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离婚不要孩子的女人都怎么了 一个女人去面试 机械专业毕业五年 连个助理工程师的职称都没拿到 而且说话支支吾吾 看起来很不机灵 面试官大人不满意 同时也觉得可惜 好歹也是名校毕业生 怎么就混成了这样 于是她说 你回去等通知吧 女人从面试官的神情 知道这次的结果 肯定又和前几次一样 突然她小心翼翼地问 不做技术也可以 你们需不需要清洁工 哦不 我们不需要清洁工 女人哭了起来 面试官见不得女人哭 只好递了纸巾给她 这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工作 面试不上也不可惜啊 女人哭着说 我连不好的工作都找不到 然后她求面试官 能不能提供一个岗位 最简单最低级的也行 她说 我马上就要打离婚官司了 如果没有工作 恐怕连抚养权都要不到 这是发生在我朋友公司里的一幕 后来我问朋友 你有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岗位 朋友摇摇头 她毕业没多久就结婚 生了俩孩子 几乎跟社会脱节 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 再说了 就算我愿意帮她 她要到抚养权 靠一份简单的工作 就能养活两个孩子吗 显然不能 有人说 离婚不要孩子的女人 不是好女人 说这种话的人 当然想象不到 很多女人在离婚时 可能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没有房子 没有娘家支持 她们身上 没有一分可用之材 脚下没有一块立足之地 背后 没有一个可靠之人 她们什么都没有 对孩子 她们不是不想要 而是要不起 要不到 我认识一个女人 离婚的时候 净身出户 孩子留给了前夫 别人议论说 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真舍得 也有人说 大概是为了再嫁吧 毕竟女人带着孩子 嫁人不方便 还有人说 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幸福 连孩子都不要 我一直不敢问她 究竟是怎么想的 直到有一回 她自己提起来说 孩子爸爸 户口比我好 还有房子 爷爷奶奶也很看重 这个孙子 跟着他们 不会吃亏的 如果跟着我 孩子就得风餐露宿 无人照顾 经常搬家 也上不了像样的学校 她的起跑线 会比同龄人 落后太多太多 她不想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 但她宁愿想念 也不愿意牺牲孩子 原本拥有的生活 孩子不懂事 她得懂事 原来 当夫妻两个人 一起抢孩子时 先放手的那个 可能不是因为不爱 而是 因为疼 我同事的哥哥 正在脑离婚 他们把孩子 藏在亲戚家 拒绝和孩子的妈妈沟通 更不许他们见面 我说 你们这样做不对 她说 我也觉得 我哥做得过分 可我嫂子也不像话 人家不都说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吗 她都当妈的人了 为什么就不能 为孩子着想 非要离婚不可 我听说过 她哥的事情 平时当惯了大少爷 从来不带孩子 不做家务 对老婆也是 引使气势 同事也跟哥哥 提过很多次意见 可哥哥坚持认为 男主外 女主内 自己做法没毛病 原本 同事坚持和嫂子 站在统一战线 直到嫂子提出离婚 同事的立场 接着就变了 我哥 一没出轨 二没家暴 不过是有些臭毛病 就不能为了孩子忍忍 更让她气愤的是 嫂子一开始还苦苦哀求 非要见孩子一面 最近竟然不管不问 人间蒸发了一样 她感慨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 这个世界 当妈的人 可以这么狠心 我原谅这个同事 因为她只是个 还没结婚的小姑娘 她当然想象不到 当一个女人 把自己亲生亲养的孩子 丢下 内心有多绝望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这是我听过最无耻的谎言 首先 女子本质上并不弱 尤其在这个 不需要拼体力的时代 女子想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 一点也不比男子更难 女子本弱 不过是有太多女人 为了孩子 牺牲了个人发展 才会看起来那么弱 再说 为母则刚吧 那些歌颂 为母则刚的人 多半希望 女人生完孩子 就秒变超人 超级能干 超级能忍 可是 当你用孩子 来要求女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 不要求男人呢 这就像 同事的哥哥一样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你没有 为了孩子 对孩子的妈妈 及尊重 那么孩子的妈妈 为什么一定要 为了孩子 忍受你的不尊重呢 太双雕了好吧 同样的 如果一个男人 没有为了孩子 停止暴力 那么孩子妈妈 就没有义务 为了孩子 去忍受暴力 如果一个男人 没有为了孩子 停止出轨 那么孩子妈妈 就没有义务 为了孩子 去忍受出轨 如果一个男人 没有为了孩子 允许妈妈 多见孩子几面 那么孩子妈妈 就没有义务 为了孩子 苦苦哀求 他永远有权利 选择自己 想要的生活 因为他 首先是一个人 其次 才是一个母亲 如果你看到 一个女人 离婚后 把孩子 留给了男方 先别急着 下结论吧 他不一定是 不想要孩子 可能是要不到 也可能 是要不起 就算他真的 选择了放下孩子 也一定有他的理由 不要一边 剥夺他的权利 一边又指责 他的无情罢 他没义务 活得那么惨 你说呢 他不是的 也没义务 他不应该 或者是尽管他 他不应该 的 他不应该 他不应该 看来 说我 结尾 reib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